当兵的 您是当什么兵的 陆军 什么时候当的兵 不到16岁 那会儿是在北京就造的兵 对 高炮 那您具体是不是做文艺医院 医院 您是医生 做护士吧 当了几名兵 当了5年 就复原了 咱们是在哪儿当兵 冬天哪有那么冷 冬天很冷 另外我们是能留下食堂 然后早晨起来 它不是特别冷吗 就吹着气往食堂跑 就那哈气把脸给冻坏了 冻坏了冻窗 但是也没跟家里说 那天回来那脸都黑一块黑一块黑一块 我妈后来我都没事了 我妈说怪不得你这脸黑一块白一块 这样的 那您后来是复原之后给您就安排工作了 对 回北京了 对啊 到机场 到了手工机场 做什么呢 人力资源 干了一辈子人力资源 那您厉害了 您就是慧眼识人是吧 对对对对 他们就说我看人看特别多 我还有好点在线 在机场 人体还可以 是吧 还学了点心理学 资深的人力资源 介绍我来上线 挺好的 人工桌子上都有我的名片 那个等于是机场的那个退休的 对对对 那您这待遇可了不得 可以 是吧 您得一万米几万 对 出点头 生活无忧 对 那个就享受自己的 有什么爱好 然后就享受 对对 快乐人生 其实我不喜欢文艺 但是退休以后 家上有了孙女 我得学点啊 唱歌跳舞摩托 全学 就不太会嘛 能不能算年 漂亮 漂亮 我们确实 我知道他们有活动 我就不摘我那耳环了 把这些都摘了 新年现在几岁 10岁 是吧 您还得接送一下 不用我 父老父亲都一百零亿了 也不用我管 还建造革命 真不错 真是摘有一宝 就相当于是 对 到101了 他还能自理呢 不能自理 在301住的 有福福 也不让我们看事 是吗 对啊 从疫情开始 就不让看事 他们那个高干 那个地方 管理特别严 您是高干的女孩 老革命 老革命 老革命的女孩 要不然说气质不一样 谢谢您 谢谢您大姐 今天见到您挺高兴的 这个红颜色也漂亮 漂亮漂亮 再加上这个花一点缀 到时候您这个视频出来 会非常漂亮 您瞅瞅这位大姐 有气质 还多才多艺 再次感谢大姐 能接受采访 请您关注北京山家行